今天要上的重點叫做熱對物質的影響 就是東西吸熱或放熱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然後呢基本上東西吸放熱之後有幾個影響 第一個就是溫度會改變 這個我們前面教過了 吸熱溫度會上升放熱溫度會下降 第二個是體積會改變 前面講過大部分的情況都是熱炸冷縮 在這裡要講的重點就是狀態會改變 就是固態會變液態、液態會變成氣態會倒過來 就是所謂的三種改變 吸放熱的時候有對物質有三種影響 對溫度有影響、對體積有影響、對狀態有影響 第一個呢就是溫度改變跟我們前面教過了 吸熱的時候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像這個圖上所顯示的 吸熱溫度上升、放熱溫度下降 前提是假設它的狀態是沒有發生變化的 發生沒有發生變化 所以吸熱、放熱、溫度上升、下降 第二個呢就是體積的改變 一般的情況都是熱脹冷縮 但是有例外 我們這裡寫了幾個例外 重點的例外是水 水是例外、水怎麼例外還記得嗎? 四度氣的時候誰最小誰最大 誰最小 體積最小誰最大 密度最大 所以水不見得是熱脹冷縮 如果是四度以上就是熱脹冷縮 四度以下就是熱縮冷縮 剛好四度呢就是熱脹冷冷縮 所以它的異常現象 四度氣時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考試也考過 問了什麼水溫高、水溫低 今年八年級的最後一段才考的這個 就是浮面跟浮底、水溫高低 什麼這些就是這個 四度氣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記得水的異常現象 再來就是重點是狀態改變 固態、液態、氣態 所謂的物質三態 在三態要發生改變的時候 是需要吸熱或者是放熱 重點 還有一個曲線圖 融化曲線圖、沸騰、氣化曲線圖 到這個圖上面 上面給你註明了所謂融化開始、沸騰開始 什麼融點跟廢點 這就是看圖要小過的事情 目前所得到的一個重點就是平平的 什麼意思啊? 溫度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在發生狀態改變的時候 溫度是沒有改變的 它要在融化的時候會有一個有在吸熱 但是溫度沒有改變 因為熱量是拿去做改變狀態用的 然後呢 所以會有一個故意共存 上面寫的冰加水 或者是液氣共存 水加水生氣的階段 就是正在融化 有冰塊有些融化變成水 所以有所謂的故意共存的階段 後面有個所謂液氣共存的階段 要等到所有的冰都變成水之後 這時候的吸熱才會讓水溫繼續上升 中間的融化過程 水溫是不變的 圖上這樣顯示 那是一個重點 keyword keyword 要曉得 那我們就會有個溶點跟廢點 溶化的溫度叫做溶點 溶點 一大氣壓之下 冰的溶點是0度 然後沸騰溶度叫做沸點 一大氣壓 沸騰 100度 這個小子已經都念過了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0度跟100度也很好記 反正這個融點一個沸點 所以它從圖上會看出融點跟沸點 等一下會說 等一下會說 好 它因為我是存物質 所以我就有固定的融點跟沸點 所以我上面這個圖形上 有固定的融點跟沸點的 就表示我是存物質 如果圖形上我沒有固定的融點跟沸點 就表示我是混合物 混合物 OK 剛才有個圖對不對 這個圖可以問一些問題 有些問題是要計算的 有些問題是不用算的 看圖你就應該會曉得的事情 或者是就應該得到的結論 它可以問你是不是存物質 有固定融點 貝點就是存物質 沒有就是火格物 它在看圖就可以知道 融點有多少 貝點有多少 看圖就會曉得 看圖不用算 看圖就會知道 它可以問你一段時間之內 一段時間之內的比例 比例 比如說我這個逼的這一段 逼這一段六分鐘 總共六分鐘 請問你 那過了逼的兩分鐘 固態液態幾比起 全部六分鐘變成液態 兩分鐘是用兩分鐘變液態 四分鐘還是固態 所以固態比液態就是四比二 二比一這樣做 OK 這樣子可以問比例 看圖就曉得了 也不太需要怎麼算 可以問你比 或者是問你說 這個什麼狀態 是固態還是液態 還是固一共存 還是固一共存 就這樣子問 看圖就知道了 還可以 請問你 我可以給你一些數字 我就可以問你 固體的比例有多少 液體的比例有多少 甚至氣體的比例有多少 然後我們等一下 就要交融化熱跟氣化熱 我就可以給你算 融化熱有多少 氣化熱有多少 可以從圖形上一些數字 帶進去 這個得到 我們要能夠計算的結果 或者換一下 我說這個是加熱100公克的冰塊 所得到曲線桶 請問你 我如果變成200公克 毒藥變成怎樣 第一個那個斜斜的地方 會比較陡還比較平 比較平 為什麼比較平 因為質量大溫度比較不容易改變 第二個 我對外的肺點跟溶點會不會一樣 一樣 因為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溶點跟肺點 第三個 那個平的那個 你原來100公克的時候 平的內斷是2分鐘 200公克平的內斷是幾分鐘 4分鐘 因為質量加倍 所以要全部的話實在要加倍 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問你曲線的變化 那這也不用算嗎 看看就曉得了 所以 這張圖可以問我很多事情 然後講義上面也幫你畫好了 就請你研究清楚 他到底可以問我哪些事 然後你到底會不會回答 回答 會不會回答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 所以要看得懂這張圖 所所顯示出來 然後有一些是要算的 我們當然就會來做一些計程 在到底再說 這樣就是 至少那個看圖就會的事情 你要能夠理解 OK